那有没有人还记得 我们之前上过哪些重要的方面 我自己本身不是那么在乎学业成绩 但孩子们还是压力好大 身为一个老师 我们好像应该要让孩子 去看到知识可以被应用出来的其他面向 怎么样看见孩子多元的潜能 其实是重要的 真的让我看到了一个在网路上的一个印度校长的演讲 他在演讲里面就提到他的整个办学的理念 那里面呢在讲他们每一天用的一个思考 跟问题解决的方法叫做DFC学习法 DFC学习法它总共有四个步骤 它是源自于设计思考 分别为感受 想象 实践 分享 那这四个步骤基本上就是孩子可以经历的 一个问题解决的一个思考的历程 依照学生的不同年段 老师去做运用 蠻多老师其实会搭配他的课程科目 去做实际的操作 大家好 我们是六年中班 今天我们要选择的是 解叹大作战 刚好看到我们DFC协会在招募那个中子教师 我就学习到如何带领孩子在做DFC的四个步骤当中 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 什么样的策略 让孩子可以在感受上 想象上 实践上 或是分享上能够更落实这样的一个行动 我们上次有上有关于减碳大作战的事 对不对 有没有人觉得自己可能会成功 有没有 用这个活动让低年级和中年级的人 都了解到要减碳的意识 使用节能加电 我们也有到各班宣导 想要让更多人知道怎么减碳 就是做完这件事情就很有成就感 像我女儿做的内容是 去改善公车厅的环境 然后后来她到别的地方 她也会去跟我说 这个公车饭牌什么 标示的不够好 开始会注意到她曾经做过的事情 很多老师会问我说 难道感受这段影片没有想象的成分吗 当然有 针对种子学校来说好了 我们其实长达一整年的时间 基本上每个月会入校一次 陪学校规划出他们的校定课程的主轴 从细致到每一节课要做什么 个别的种子教师的话就从不管是心态 技法 课程设计 如何去担任一个好的讲师 去扩散她的影响力 传战奖我觉得真的很幸福 让我们在资金真的是比较辛苦的 比较波动的这个时间点 给我们一记强心证 让我们可以更稳定地走下个三年 DFC的未来 我们更看见是孩子所有身边的大人 能让大家一起给孩子 一个更有机的学习环境 去培养孩子的多元潜能 跟看见他自己的学习自信 看见孩子超无想象的潜力 Yes I can 好